手套股之前难得扶上来 现在又重回下去 实在难搞 该何去何从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板块专题系列 行业板块专题分析 让你提前洞悉变化 先发至人 在4月3日板块专题 手套股回升将会上到哪里呢 手套股四大天王阻力为分析的视频中 当时手套股开始回升上来 我们再度分析了四大手套股 Top Glove Hard Top Cosan 即Supermx的走势 并分析了当时阻力位 如果股价上攻无力 就要适时套利走人了 回看之前个人总结 我们当时对手套股的解读是 个人总结 在市场中 股价涨涨跌跌是平常事 这也是阴阳循环生生不息的规律 作为短线交易者 如何捕捉市场的涨势波段中 来为自己赚点钱 才是重要的事 毕竟我们是来市场赚钱的呀 因此 如何设好多方的支撑 与空方的阻力 就可知己知彼 在充满变化的市场就不会慌张 在与自己预判不对时 就可做好应变计划 至于新闻报道 大马橡胶手套厂商协会 Mark Ma 看好手套需求和售价将回稳 对其行业的预测及理想 或许长远来说是正面的 当在朝向这理想前进时 短期却仍面对很多不确定因素 这也是分析员的看法 而我们目前对手套股技术走势的解读 股价目前在跌到历史低点后反弹回升 股价每上一个价位 都需面对套牢盘的压力 因为股价从高位跌下来 都积累了很多套牢盘 因此 个人认为股价不会上到太高 是上一波 然后又跌一波 这种弯弯曲曲的走势 无论如何 只要在这波涨市赚点前 在跌势来临前 收获盈利就不错了 果然又被我们说中 股价上一波又跌一波 仍然延续弯弯曲曲的走势 现在我们来看看 四大手套股的最新走势 图表中股价行情是截至4月11日 首套股四大天王是 Top Glove Hard Top Supermax 及Cosem 我们先看 Top Glove股价周一跌六分前 收盘在1.91 回看在4月3日 我们分析的日线图 股价当时突破 突破了空方防线阻力 1.95显示 多方正在反击上攻中 而空方的阻力 将在2.15第2阻力 在2.28 需看能否继续上攻 而多方支撑 将转为1.95第2支撑在1.83 虽然多方正在反击中 但由于市场变化不定 如果多方上攻无力 就要适时收获盈利了 不然空方取得主动权时 将在多方辛苦获得的盈利 又还回给市场了 现在 看回周一最新的图形 股价现在跌破了之前 支撑1.95看来不妙 需看目前支撑1.83 能否守得住了 第二支撑在1.76 目前还没有看到纸跌讯号 仍然弱势 不懂会跌到哪里了 第二个股 PARTAU股价周一跌11分前 收盘在4.77 回看在4月3日 我们分析的日线图 股价已突破 突破了空方防线 主要阻力4.91 当时 需看能否继续上攻 挑战空方更高阻力5.39了 目前空方的阻力 将在5.39 第二阻力 在5.71 而多方支撑 将转为4.91 第二支撑 在4.77多空双方 仍在激烈战斗中 但随着时势的演变 如果多方上攻无力 就要适时收获盈利了 不然到空方反击时 将把多方辛苦获得的盈利 又还回给市场了 现在看回周一最新的图形 股价现在跌破了之前 支撑4.91 跌落到之前 第二支撑4.77 看来也是不妙 需看目前支撑 能否守得住了 更低支撑在4.67 目前还没有看到止跌讯号 仍处于弱势 第三个股 COSEN股价周一跌三分前 收盘在1.82 回看在4月3日的日线图 股价当时节节上升中 已突破了短线阻力1.96 目前正朝向空方主要阻力2.13前进 需看能否突破这道阻力继续前进 由于空方短线阻力1.96被多方攻破 因此 多方支撑将转为1.96 如果多方上攻无力 就要适时收获盈利了 如果投资者想要继续看下去 跌破 多方支撑1.96 就要适时应变了 现在 看回周一最新的图形 股价近期有派吸十二分 因此 目前的图形是已经 除全 所以和之前看到的 图形和价位会有点不一样 无论如何 股价目前也是转为下跌了 目前支撑在1.75 短线阻力 在1.89 第二阻力 1.96 目前还没有看到止跌讯号 估计继续下跌几率大 第四个股 Supranks股价周一跌二分前 收盘在1.25 回看在4月3日的日线图 股价当时突破了短线阻力 1.18 目前正朝向空方主要阻力 1.35前进 需看能否突破这道阻力继续前进 当时多方支将转为1.18 当时多方的挑战目标 将是空方的主要防线 1.35 及更高 1.45 当然 随着时势的演变 空方也会反击的 如果多方上攻无力 就要适时收获盈利了 如果投资者想要继续看下去 跌破多方支撑 1.18 就要适时应变了 现在看回周一最新的图形 股价目前没有什么跌到 暂时盘整 但目前已没有先前的上升气势 估计将转为下跌居多 目前 阻力在1.35 支撑在1.18 第二支撑在1.13 由于其他手套板块股已跌 后市看来也是下跌居多 个人总结 之前我们对手套股技术走势的解读 由于股价上方 仍然很多套牢盘的压力 因为估计股价不会上到太高 是上一波 然后又跌一波 这种弯弯曲曲的走势 看来这种蜿蜒走势仍然会持续下去 因此 短线交易高抛低息 是较适合灵活的方法 不过低息 也要等倒置跌时才可进行哦 好了 以上按理分析 仅供参考 没有买卖建议 今天就分析到这里 下期将分享更多好料给大家 我们的频道是分享 大马股票技术分析 图表 研究 交易策略探讨等 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多多支持 即点击订阅哦 谢谢